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今天是星期六 今早有人传了这张照片来 是日本动画大师 宫崎晋的一番说话 生活坏到一定程度 就会好起来 因为它无法再坏 努力过后 才知道许多事情 但是坚持坚持就会过来 我想它的意思是说 就会做得到 股市现在是很坏很坏 是否没办法再坏呢 那我又觉得 你是不是继续坚持再坚持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 我分析的12个主要市场指数 最新的形势 即今早早纽约收了市后 超长线最强的是纳斯大克综合指数 香港相对的恒生科技指数 是排在第八位 表现最差 是反映出蓝筹股走势的恒生指数 而短线是标准普二五百指数 不是指数 是排第一 纳斯大克综合指数 是排第二 我们的科技指数 是排最后 然后恒生指数 排第尾二 再说纳斯大克综合指数 中线排第二 长线排第二 超长线都是排第二 美国的科技股明显很强势 那为何我们的科技股这么差呢 当然由我们内地的一些监管制度 加紧监管有关 但怎样都好 我们买得香港的科技股 我们怎样都要看看 美国的科技股的走势 那待会我会详细和大家说这一方面 譬如我们看到 恒生科技指数 如果是短线 忘文四 不是恒生科技指数 是超短线排第八 恒生科技指数排第多少 恒生科技指数排第八 中线排第八 长线排第八 超长线排第八 那是否坚持 坚持就会过来呢 所谓过来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科技股 持有的科技股就会转好呢 先看看最新的 杜瓊斯公益平均指数 阴阳烛日线图 在低位有一个 叫做次氧的反弹 那是否这么快 短期调整就跌完呢 我们通常会看 跌浪是否分为ABC三个浪 我当这个A 那现在弹的只不过是B 然后还有C 很大机会 那可以 理论上可以跌到这个前 升浪的起点 这里附近或者之前的 那当然 可否一下子就跌小ABC 是可以的 你拆小时图看 那是否真的这样呢 那种机会 始终根据我的经验 是比较小一点的 看看指标 MACD、STC、RSI 都是淡的 因为RSI是低于50 而我的指标 现在是在 指数在这里 粉蓝色底 是低于保力加通道中族 也低于SAR 那就是说 美国的蓝筹股 全面向淡的形势 在说这个短线 接着我们看 S&P500指数 看看 RSI高于50 那这个好 这两个淡 RSI好 STC淡 MACD淡 接着 这个指数 是高于保力加通道中族 而低于SAR 所以我有一 二 一个 两个 两个 三个淡 两好三淡 就代表 蓝筹股 美国的蓝筹股 现在的情况是 偏淡的 不是显著向淡的 相对地说 整个美股 不是蓝筹股 对不起我说错错错 S&P500指数是说整个股市 整个美股表现比蓝筹股好 蓝筹股压力大 看看科技股 科技股 纳斯达克 纵合指数 纳斯达克 纵合指数 先看看指数 低于保力加通道中族 红色就是 低于SAR 两个淡的话 还是守在 RSI的中线上 叫做好 而这两个淡 相对地 科技股的表现 就是一好四淡 是香淡的 如果你要我排短线 就是说 表现最好的就是 S&P500指数 接着呢 就到科技指数 对不起 不是科技指数 应该到蓝筹股 就是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然后呢 就是到这个 科技指数 一个好 一个好 四个淡 再看一次 刚才 S&P500指数 是一好 一好 两好 三淡 这个好点 S&P500指数 最好 接着呢 纳斯达克纵合指数 再说一次 好似乱了一点 S&P500指数 最好 因为它有两个指标好的 五个指中 纳斯达克纵合指数 主要反映科技股的走势 只有一个好 就排第二 叫做 再看 Dow Jones 就是 全部都是淡 是不是 五个指数 都是淡 蓝筹股表现最差 科技股 中间是这样 说完日线图 当时我说 我们想看美股的表现如何 想看美股的表现如何 我们先看看香港科技股 科技指数的表现 这是它的阴阳速日线图 纳斯达克纵合指数 就是1.4 我们先看看 我们先看看 看一看 指数 不要说比保利加通道低 连保利加通道底部也低 也低过 也低过SAR RSI 低过五天平均线 跌到20前边 RSI快要进入超卖区 SEC 进入超卖区 一组 %K 低过%D 而%D 也想跟它 接着%K 进入超卖区 MACD 一组发出了双雄公公信号 所以 1.2.3.4.5 对不起 没有一个指标是好 全部都是淡 那就是说 有五个都淡 人家就一好四淡 你就五个都淡 那是不是我们香港的科技股 比它更加差 但是我又听过物极必反 世界上不会有永远上升 或者永远下跌的股票 问题是 跌到多少才是升呢? 那就是 我们都会关心一件事的 跌到多少 那就除了看指标 等指标转好 或者有迹象转好 又或者是有背驰着 我们才可以大胆点 假设 然后小心求证 它是会反弹的 我们先是看反弹 而不是看转勢 我们一般都会这样做 顺便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准备去部署 不是短线 是准备部署一些中长线的投资 不再详细说了 有兴趣就立即 搜索QR号报名 9月14日的 网上广座 座位有限 先到先行 到时 出席的人全部都有 有权我会给一条链 不是这条 不是这个 这个是现价的 一个很特价的优惠 是买这本电子书的 内边有17种 我精心转研过的 技术分析指标 至于 锁了QR号 之后 如何报名缴费 这里有详情给大家看 我想先和大家说 就是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刚才我看了一张日线图 现在我再详细和大家看看 这张日线图 由这里开始数 你留意到 在2020年8月 8月初 我拿到最尽 在2020年7月尾 7月31日 7月最尾的交易日 一直是反复 还在升 近日跌了很多 连跌了很多 跌幅很明显 所谓明显 请你对比 也不要说 对回到2020年7月 对回到之前个月的升幅 这个跌势 肉眼看一半 或者一半多些 有多少 如果不是由这里起度 由这里起度 更加 升了这么多 跌了这么少 也不远 那你怎么做 投资者 投机者 短线 或者中线 从前来说 升了这么多 回到这么少 再看长一点 长期升了这么多 回到这么少 OK 那我们怎么看呢 指标不说了 刚才说了 只是一个 RSI 是高于50 暂时 低位上升 是叫利好 其他还是利淡的 看一些形势 %K 短期内 即3%内很难 而MACD 暂时是偏淡的形势 唯有RSI 看它继续升多些 升破这条下降轨 这叫做带头好 当然 我们可以看指数 能否升到 在宝利加通道中族 上面站稳 这就是很有 可以说 期待一下 如果真的能够 可以令我图表 多一个讯号 5个指标 只要是分析指标 多一个指标 变为利好 那形势 就会吸引到更多的买家入市 令市势 进一步转稳 或者 迟些转好 再跌下去 当然你会看之前的低位 之前的低位 看一看 应该是14423 我一直指标数 大家就看这个位 低位 我说低位 大家就看这个数 我说高位 大家看这个数 记得下来 我再试一次 看上去 看到吗 14423.2 在L L 这个低位 当然是最重要的支持位 但我也说过 这里跌下来可以有一个A 现在弹B 可能再弹高一点 又或者不再弹 然后再跌下来C 再跌下来C 再跌下来C 就要看下一个低位 就是这个 就是14271 对不起 对不起 应该跌过多多低一点 所以我为什么要掃给大家 我掃完之后 不要这么发现 14178.7 14178.7 这是第二个支持位 我们初步看 我们先看这两个位 都足够了 如果大家说 我要仔细看多一点 你可以看这里的高位 是 今次看H 今次看H 我说高位 高位 应该是14211.6 没错 14211.6 14211.6 其实是高于刚才的14178.7 两个都可以看 这是14211.6 再看之前的高位 由于高位最高是14175.1 那是低于刚才我说的14211.6 所以不需要理会 这个14157 175.1 14175.1 是不需要理会 我只看这个 14211.6 道理就是 因为之前的高位 升到顶 如果是低于这些 就不用看 由于这个是最高 所以之前的所有升浪顶 都不需要看 记住 这个就是 利用前升浪顶 前跌浪顶 去找出 支持位的其中要缺 就是我们看三个位 一个 两个 三个 够了 当然 第四个位 利用波浪理论 量度A 弹上来B 但我B还未知道多少 未知道弹完多少 再量度一倍 就是C的长度和A的长度相弱 再算 那有四个 有 一个 两个 和量度跌幅 计出来的三个 跌浪目标体 反弹上去 就先看看这个位 这个位的支持 是否守得住 OK 至于反弹多少 不用这么快看 都未跌完 你怎么知道 反弹浪 或者新升浪的起电 是由哪里开始呢 那你现在计算是没有意思的 如果我现在计算 然后 星期一晚 升多了一点 那你就要改过了 要计算 是没有意思的 那我们讲完日线图之后 我们讲这个 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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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是W 周线图 周线图 初略地看看五个指标 五个指标 粉蓝色 是现在最新的指数 原来其实过去几个星期 收市位计算是全州 中处是在窄幅徘徊 在窄幅徘徊 高过保持家通道充足 但低于SAR 那这一cast 很明显的高过50 这边percent k 是高过percent d 但可非常小心 在严重超买 由于两个指标 percent k percent d 都是高过90 进入了極度超买区 还要逗留了一段时间 不是现在 而是逗留了一段时间 还有就是MACD暂时还是正的 正2.0925暂时还是正的 但就小心会出现牛熊沽空讯号 当这个绿色变成负数,就是牛熊沽空讯号 暂时一个好,两个好,三好,四好一档 纳斯达克纵纳指数,主要反映科技股指数 显示出,美国的科技股到现在的中线来说 仍是向好的 你又说很严重,少买,怕它跌 我说怕它跌,就是怕它会调整 怕它会调整,我没有说怕它大幅跌 只剩5,000点,6,000点,不是这样的意思 至于走不走呢,另一个计法 就是为计值博率,计算它跌到多少 如果我说预计会跌,跌多100点,当然不走 预计再跌,跌多3,000点,当然是走 走多少,就看它跌多少 通常都是这样计算的 我说是根据市势去决定 我们继续保留多少筹码市场 暂时继续看好,因为真的怕它跌 那什么时候走呢?我怕第一次走不了 或者到时不能舍走,你就把指责位移住 指责位移住,记不记得教你很容易 这个升落,然后这里起点,中期 之前在前跌下跌,1个,2个,3个,4个,5个 你就一直跌下来 其实这张图,这部分 就是刚才我给予日线图的部分 你就将刚才我说的 几个位置最低的,作为最后的指示位 对吧? 一直移住,保障你的既得利润就可以了 最后,说到月线图 月线图反映长期的走势 看看指标 高过SAR,高过保利加通路中族 RSI在霸易超买 但超买代表什么? 可以继续超买 甚至变为严重超买 才找机会下跌 STC也是严重超买 什么时候开始严重超买 我想跟你说 在这里,这些位置已经是严重超买 如果你在这里,你已经沽空它 沽空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期货 甚至在这里已经沽空它 你已经死了多久了? 由这里被人劫了,你不死了 在这里上升了10倍 对不对? 在这里上升了10倍 这里,MACD仍然是理好的 但是你小心 看不见到? 在过去半年有多 一直跌 即是升势越来越弱 之前是贴着保利加通道顶部向上升 现在是越来越追不上 就是保利加通道顶部的位置 如果这个顶部的阻力转向下移 那就小心了 下一次真的有行 未必 指数再升到保利加通道顶部 作为长线投资者 应该是减持美国的科技股 暂时这一刻,又是用了一招 一直移动 保障你记得利润 但你不是长 用这个看 移动上去 一条闪升上去 你找不到支持位 应该看回周线图的一章 很详细和大家说了 美国科技股的最新形势 香港的科技股 不多不少都会跟它走 很大程度上是跟它走 但当然同时我要留意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内地的深圳 深正成分指数 即是反映内地科技股的走势 两个都要看 今天这一段的投资性音分析 我再用另一种录音设定录 星期五 即是昨天 我第一段录得很不错 但我想再试一试 再微调一点 再试一试 再试一试 在第二段 就是说小米的时候 用了第二段设定 但效果就不好了 怎样不好呢? 声音就小一点 声音就有点浮 有些位置就听得不太清楚 OK 没关系 今天早上 我录这一段 投资性音分析之前 我试了五个设定 包括昨天用过的两个设定 今天试了五个设定 我今天用第三个设定 我初步试过 也被人听过了 他说这个应该是五个设定 是最好的 大家看看是否 看看声音是否达到你的要求 够大声也不会爆声 当然我突然间 就可能 也不会大声 我不敢大声 害怕大家 那一秒钟 半秒钟大声了一点 这是正常的 但大部分时间 有八成九成都不会爆声 那就OK的了 还有音质是否会清晰 音质是否确实 没有那么浮 没有那么空旷 还有那么多回音 还有没有测 那你告诉我 明天我们上投资影音教育 的会继续 多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立即赞好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所有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和你一起并肩作战